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使用者定义出现 有身高还有身高性别 假设我们这一个好了 身高给他 性别给他 最后给我结果 而且这个结果也要是四舍五路 OK 那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制定一个函数 未来当然工作里面 所有的工作其实都可以定义好 自己的需要用到的函数 那这样工作效率自然就提高许多了 尤其是整个部门 其实一个部门里面很多 其实都检讨起来 应该很多函数应该需要制定 因为制定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 自己可以动手写VBA 所以应该会需要有一个人 专门帮忙写好 那每个人都共用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争议级的方式 每一个安装好 他一打开 里面就会有这些需要的函数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他有这些函数 他事情就解决了嘛 就不用说还要在那边慢慢的去弄那些那些事情 所以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好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 首先当然一样 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在前一个阶段有特别强调了 就是说插入程序的时候呢 Sub是按钮 基本上对应到按钮 但不是只能说按钮 通常是按钮 OK 另外的话呢 如果是制定函数的话一定是方选 那这个方选的话呢 他基本上是有个互动性的 会跟使用者要东西 然后呢 会返还结果到储存格上面 所以基本上 我们按一个 就是这个地方 也许我们给他一个叫做 标准体重函数好了 那我们直接看2这个好了 基本上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叫标准体重函数2 选function 记得有效范围呢 一定要是public 如果你是用private的话 将来再插入函数也会找不到 因为这个地方有效范围 一定要是公开的 你不能是试用的 试用的话 也就只有在这个模组里面呼叫的到 那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再放这两个东西 一个身高一个体重 那这两个东西将来 会在什么时间跳出呢 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会跟使用者要两个资料 就刚刚我们给那个两个资料 那这两个一般称为引数 这个引数的话呢 就是他给我什么 那我就把这个身高跟性别怎么样 假设我刚刚是选了什么呢 选了这个170 选完之后他会先暂存在哪里 这个身高里面 那这个引数也就具备有暂存资料 其实他有点像记忆体里面暂时存放资料的地方 感觉上有点像变数 但是他不是变数 他是引数 那性别的话就把这个性别暂时放在这个性别 这个引数里面 好 那放进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 做逻辑判断 因为sub是循序跑完 所以需要回圈 可是在这里不需要回圈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回圈 在function里面几乎不会看到 如果性别是女生的话 那我们标准体重函数2 就run的什么呢 刚刚是用什么呢 我们用那个直接从sales西栏 西栏指的是从这上面抓 可是现在因为我已经先抓到这里了 所以就把那个西栏的东西改成身高的平方 乘上也是22 除以1万 那因为是女生 因为逻辑是女生的话 那我就乘以1.05 外面再包一个round 出来的话 就会小数点的第一位 当然反之 如果是男生的话 那我们就是乘上1.1 OK 这样就把我们的那个function给写完了 那这可以注意 方选除了说可以在插入函数使用 其实在很多地方也可以使用 sub也可以呼叫他 OK sub可以呼叫他 另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 其实在表单里面也可以用 表单里面也可以呼叫这个函数 待会会讲到 那你想说老师 那这个sub怎么呼叫 假如啦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写好 我们什么时候执行 其实在插入函数执行 那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sub 呼叫这个function 其实可以啊 怎么怎么呼叫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用一个这个来改好了 假设这一个 这个sub 比如说我今天 刚刚是标准函数 把这个拿掉好了 那里面我们是自己跑回圈输出嘛 那可是这边的话 我叫标准体重也许是呼叫函数好了 比如说我要做的动作 是呼叫函数 那我一样 for i 这个回圈范围都一样 这个一样一定要做 这个回圈的范围 for i 等于第三列到最后一列 然后 next 那可是 我们刚刚中间的东西 是直接去上面抓资料拿来 那现在的话 你可以换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 因为上面这边不是有标准函数 标准函数二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一样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打一个sales id的 居然 等于什么 等于后面 反弯回来的东西 我可以怎么样 还是可以呼叫什么 呼叫他 那呼叫的方法就是直接 这个 放过来 后面怎么样 刮壶 有没有 身高给我 身高在哪里 身高在直接画面上抓 在这个 C栏 所以可以把这个储存格 改成C 去C栏上面抓 OK 然后逗点 性别 在1栏 所以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1就好了 后刮壶 好 写完了 所以这个范例 等于是 一样是sub 但是里面是呼叫 我们里面的方选 应该可以了解 这个 这个 这种用法 也就是说 这个方选 在前面的单元 前一个阶段 都只有在 那个什么 这个地方用 但是呢 其实不是只有 在那边可以用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只是说 在前一个单元 怕讲太多 同学没办法消化 所以这边顺便提一下 也就是说呢 你还是一样可以呼叫 那我直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执行一下 执行到这边停下来 按个执行 他会先跳到这边来 然后引述 特别说 把他丢过来 传过来给他 引述的意思是 从那边带到这边给他 他过来之后呢 就可以利用那个引述 去做计算 会有个return 这个return值 69.2 他会暂时放在函数 所以函数也就具备 有暂时存放资料的功能 OK 所以 那这个时候 他再return回来 functionend的 回来就 顺便把69.9 丢给谁呢 丢给前面的 出现了 有没有 所以那个资料的 那个资料流应该可以看懂吧 OK 所以如果你懂这个逻辑的话 以后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OK 这个顺便 等于是补充 来问各位 所以底下也是一样 再输出一个 然后他又在呼叫 这个 一直呼叫 那就全部完成 这次又是另外一种写法 不是说 所以其实 VPA 无论是VPA 或者是城市语言 其他城市语言 都有具备一样的特性 也就是说 其实城市语言 为什么难学 因为他真的是千变万化 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 所以呢 同样的结果 不同的人来写 你会发现 一定会有不同的答案 这是正常状况 你不可能要求说 你只能这样写 你不能那样写 不可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如果我们在Sub里面 要呼叫 我们写好的函数 也OK 好 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 制定函数部分 那因为 这个前面 就是前一个单元 其实都有讲到 所以我有把 那个最后的完成的结果 都写在这里 所以这边的话 尤其是刚刚这一段 那 刚刚有多写了一个 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是新的 所以我把它 Ctrl C 搬到这边来 Ctrl V 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想要 软软看的话 可以自己再把这边 复制一下 那我也把它格式化一下 把它稍微格式化成 你们比较 看起来比较舒服的样子 好 类似像这样 把这稍微再放大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呼叫函数的用法 其他还有像什么 女生男生不一样颜色 这个我想 自己有兴趣再了解一下 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假设 我希望延伸出去 把这个练习题 再加上一个 所谓的输入界面 那所谓的输入界面是 第一个 这边也许是需要 有一个按钮 启动那个表单 OK 那个表单就跳出来 显示在这上面 那那个表单长什么样子 基本上 就长得像这样子 请你输入姓名 比如那个会员 你叫什么名字 某某某 OK 那你身高量一下 不过现在可能更厉害的 它量完之后 数字自动跳过来 因为现在有IoT 物联网 自动把资料 你根本不用去看了 它自动帮你call过来 因为现在很多装置 都有物联网 数字可以跟 那个装置 可以跟电脑做连线 跟手机做连线 VPA也可以呼叫那些东西 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东西 当然 如果你们现在没那么进步 没关系 看一下总可以吧 看一下 180 就把它填上去了 体重多少 看一下体重多少 性别再选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要设计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的名称 也许叫home好了 那它的 左上角的那个标签名称 叫标准体重计算 并且设定一些像这些 那这个表单要怎么快速的制作 其实你做完之后 一个会员填写系统 就做出来了 那填写完 比如说你要填写资料 那你可以直接填到Excel 那Excel就是资料库了 OK 所以基本上 以前很多的那种系统 其实都设计的太复杂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程也安排很久 然后又要做很多的事情 你才有一个系统可以诞生 但是如果今天你懂得利用VBA来做的话 很多系统 你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快速建立 马上可以用 如果说有些地方 比如说栏位 假如说少一个或多一个 你也可以去增去减 完全是可以自己去弹性的去调配的 OK 那资料库以前是可能会放在 那个其他的地方 不过如果你今天是很简单的 假如是一对一的 那你就放Excel就好了 可是如果是 E 比如说你的那个窗口有很多个 那你最后会有资料 统整的问题的话 那就是后面 我会讲到的有关资料库部分 你可以再把什么 Excel里面的资料 再汇集到资料库里面 就是后面我会讲的 所以请各位 先把刚刚的部分先消化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如何设定表单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